大家还记得吗 今年的年初巴黎的山上有飘雪 再加上连日来丰沛的雨水 造成了当地绿竹笋的产季 是整个往后延了 不过还好产量和品质不受影响 更有业者推出了竹笋大餐 每年端午节之前 就是巴黎绿竹笋的产季 不过今年受到天气的影响 产季稍微往后延 但是因为雨水丰沛 其实品质和往年相比并不会太差 今年的竹笋的品质 不会变比较差 反而说竹笋因为需要很多水分 那今年雨下比较多 那土地比较湿润的话 反而竹笋会相对比较好吃很多 当地观光农场的附设餐厅 还以美味的绿竹笋为主要的食材 推出包括冰沙 沙拉 养生锅等大餐 其中竹笋海鲜粥 相当适合长者或是孩子品尝 特别推这个竹笋海鲜粥呢 那我们是希望说我们用鸡骨头去熬 熬到整个盖子都出来 然后再加上一些海鲜呢 特别去体味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多余的一些味素啊 或是鸡精粉啊 或是其他的一个调味料去调它的一个味道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持竹笋的一个鲜甜 过去因为产季的关系 民众只能在这个时节吃到美味的绿竹笋 但是现在因为有了正空包装 一直到11月份 民众都有机会品尝到竹笋大餐 第九竹笋节 林景于巴黎采访报导